唱曲的貌美小娘子 被地主张老爷看上 想起家中的五个姨太太 张地主就打算凑个六六大顺 他将小娘子请到船上 打算以礼服人 可小娘子早就心有所属 就拒绝了张地主 结果恼羞成怒的张地主 就抓来了他的心上人阿坚 然后当着小娘子的面 淹死了阿坚 看着心上人失去呼吸 小娘子间叫着昏死过去 到了深夜张地主为了解决阿坚的尸体 就找到了赶尸队 想要赶尸人大胖和文采 将阿坚的尸悄悄带出城 看着张地主甩过来的一袋大羊 大胖干脆地接下了这个活 可等张地主一走 两人就陷入为难 其实他们不是什么赶尸人 只是借着赶尸的名义总撕鸦片 那些所谓的尸体都是他们的同伙 身上绑满了数不清的鸦片 就在众人为之苦恼之际 团队里的智囊长发男出了个主意 那就是让大智和元宝 两人一前一后用竹竿抬着阿坚跳 第二天天还没亮 大胖就带着众人出城 守城的官兵十分好奇尸体是不是真的 就想拿毒蚂蚁试探 万幸他选中的尸体是真死亡的阿坚 大胖等人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行走半日后 众人来到树林歇脚 尔离超群的长发男突然发现不对 他快速地甩出回旋镖 大智元宝赶过去后 发现只是一只野猪 但身后总是有看不清的视线 让大胖极其不安 做他们这行的 万一遇到打架结舌的刀壳 那可就完了 于是他们选择走老林 结果刚走没一回 大智和文才就陷入到了硫磺池 虽长发男等人救得及时 可背在大智身后的阿坚尸体 意外沉入了硫磺池 众人本想一走了之 不料远处突然来了一群劫匪 大胖站出来说自己愿意拿出过路匪 可对方不依不饶想要留下他们 无奈众人只能缠斗气起来 最后还是大胖拿出手枪 用决定的火力压制住了土匪 随后他们离开了树林 来到一个客栈休息 将阿坚尸体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 恰好这个客栈里 有一个极其美艳的老板娘 美色在前大胖更是忘乎所以 不顾众人的劝告 敲摸地来到了老板娘窗外 女人缓缓坐进木桶 然后享受男人细致入微的服饰 她拨弄手中的泡泡 提醒男人差不多该走了 可突然老板闯了进来 慌忙中大胖躲进木桶 老板因为今晚喝多 就没有发现伸出来的玉腿有些不对劲 还自以为的嬉笑打骂 突然老板娘像是看到了什么吓昏过去 老板一转头 发现一个高大的黑影站在身后 老板以为见了鬼就吓死过去 这时鬼影扯开头罩 里面正是大胖的手下大指 他时来告诉大胖 团队里出事了 大胖被困木桶乱回 文才让眼睛陪自己上厕所 可一半的时候眼睛的脑袋 来了一个360度大反转 文才发现后哆哆嗦嗦地回到房间 然后叫来了长发男 长发男发现眼睛的尸体上 带有大量的硫磺 等大胖来后 他们又发现客栈里的牲畜都被吸血而死 大胖等人只当是土匪来复仇 就草草地掩埋了眼睛的尸体 第二天众人商讨早点离开 避免出什么事情 可身后一个卖肉的男人说 自己家里的猪都莫名其妙地死了 还都是被吸干了血死的 大胖突然想到 会不会是有什么鬼怪作祟 于是他们沿着硫磺落下的痕迹找 结果发现终点 正是阿坚尸体沉下去的硫磺池 随后大胖和文才翻过山 发现了一座古塔 他们猜测阿坚事变后藏到了古塔 就打算为名除害消灭了他 大胖花钱买来童子尿 还准备了黄服和大蒜 深夜大胖带着手下一起来到古塔 为了安全起见 文才和大壮在外看守 大胖带着人上去偷袭阿坚 将古塔转了一圈 最后大胖发现阿坚正在楼下的阳台上 抱着母猪吸血 他本想用装童子尿的罐子打晕阿坚 可好巧不巧一个手下恰好走出来 替阿坚挡了一下 大胖剑计划失败就急忙躲了起来 生怕自己被阿坚发现 与此同时作恶多端的张地主 自打杀害了阿坚后 就每夜每夜的作恶梦 他知道是自己作孽太多被怨鬼缠身 就找了道士帮自己驱血 男人擦掉脸上的泡沫 一抬头却发现镜子里恐怖的鬼脸 男人打了个寒尘醒来 详细把脸冷静一下 可以转身 镜子就突然破裂 男人大汗淋漓再次醒来 原来是个梦中梦 他知道自己之前做下恶事 导致被冤死的阿坚缠身 就打算请一个法师驱邪 其实张地主不知道的是 冤死的阿坚没有变成厉鬼 而是变成了僵尸 现在大胖一行人正在追杀僵尸 他们不知道张老爷坐下的孽 以为是自己导致了阿坚变僵尸 就打算除掉他 可谁也没想到僵尸那么厉害 他们从古塔追到洞穴 但是洞穴实在是太大了 众人就打算分找阿坚 独自行动的文才发现了一个小洞 他绑好绳子爬进去后 发现下面正是僵尸阿坚 他的尖叫吸引来书生 结果书生什么都没帮到不说 还把自己搭了进去 恰好此事长发男赶到 他拿着棍子就冲了上去 可惜阿坚身体间不可摧 长发男被一掌拍死 大壮见好兄弟死了 就想要上去拼命 结果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 最后还是大胖反应及时 将文才救了出来 然后逃离洞穴 他们回到张地主家想要要一个说法 怎么好好离世的人突然变成了僵尸 张地主没有解释 只说晚上会叫来法师做法 让大胖留下帮忙 大胖想着树叶有专攻 就相信了法师和张地主的话 不过很可惜 法师的火攻和天雷 都没能拿下阿坚 反而还赔掉了自己性命 关键时刻还是文才技多不压身 一声声击叫让阿坚物以为太阳出来了 就逃离了张地主家 那晚之后大胖开始怀疑事情的真相 于是转天大胖扮成阿坚的样子 想要套张地主的话 张地主做贼心虚就说出了事情经过 听完他的求饶大胖解开面具 威胁张地主拿出20根金条 当作风口费 张地主表面答应得很好 背地里却是找来土匪直接绑了他们 然后再把他们绑在桥柱上 想让大胖和文才慢慢淹死 可大胖和文才也不是一般人 两人一上一下轮流呼吸 硬是磨开了绳子然后逃之夭夭 而船上的张地主算盘打得好 完全没想到阿坚会借着水草挡住太阳 然后悄悄摸上了他的船 最后的画面太过下凡 小编就不放出来了 建议大家去看原片 电影的最后 阿坚找到已经死去的小娘子 本想最后一次抚摸爱人 却不想张地主太过恶毒 在椅子上设置了炸弹 最后爆炸声响起 所有的恩怨都烟消云散